秋天的第三個節氣 白露喔 帶來這道料理是 強健身體的牛排煮辣味燉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哥主廚沈德烈 大家好 我是中醫師彭文雅 歡迎收看節氣餐桌 白露 時間大約是落在 每年的9月7號到9號左右 之所以叫做白露 那是因為從這一天開始 露水呢一天比一天的重了 所以呢在夜晚或者是清晨的時候呢 都常常可以見到一顆一顆 晶瑩剔透的那種露珠 附著在地面或者是植物上面喔 加上古人常常說 世紀搭配五行 秋天屬於五行當中的雞 代表的顏色就是白色 所以呢就將秋天的露水 稱之為白露了 進入白露之後 晚上你會覺得有一絲絲的涼液 除暑十八盆白露露露生 意思就是說除暑的時候好熱喔 一天要一盆水這樣洗 每天都滿身大汗 一天一盆一天一盆 十八天後就剛好來到白露 就反而不建議赤身裸體了 喔這個時候不要光著身體 對不然你會著涼 好的那今天呢 我就為大家帶來這道料理 也是強健身體的牛排佐臘胃燉飯 現在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牛排佐臘胃燉飯 我們先從牛排開始好了 牛排買回來 試溫一下 我們先加一點黑胡椒 鹽巴 這樣子的時間 大概狀態十分鐘以上 等醃漬好之後呢 我們先開始處理牛排的部分 我們首先要先確定 鍋子是熱的 油是熱的 這個聲音就非常的美妙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我自己的方式啊 我們就是可以拿手指頭 最簡單的 有些人常常會說 欸我要三分熟 我要五分熟 我要七分熟 我要全熟 怎麼分呢 你看喔 這樣子輕輕 這樣子就是三分熟 軟Q軟Q 五分熟 有一點點微硬的感覺 但是還是軟的 七分熟 欸 有一點硬喔 它會回彈回來 全熟 冰口口 就是這樣子 我希望今天的這個牛排呢 狀態是上下兩面是有點脆香的 可是中間還是有點粉嫩的感覺 好我們翻個面 有些朋友會說 欸我們牛排是不是煎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翻它 我覺得是 鍋子 它是很熱的 放下去的時候 我們不動它 甚至是拿炒彈去壓它 它就貼合了 它的蛋白質就淋起來 慢慢慢慢的熟 第二面就不需要切那麼久 你看 就很完美了 我們就把它放到旁邊的盤子上面 這個時候先不要急著去切它 牛排的部分處理好了 接著我們來處理所謂的燉飯的部分 今天我用的燉飯 其實就是一般的白米飯 我會習慣可能 一杯的米 0.5的水 下去煮它 這樣子的米呢 並不會煮熟 你吃到那個燉飯 會有一點點陰陰的感覺 這樣子是我喜歡的這個熟度 我們加一點的油 蒜頭 這個是朝天椒 我們把飯放下去 芭蕉粉 高湯放下去 再加少許的黑胡椒 鹽巴 飯已經是半熟了 我們現在的工程呢 是讓米粒稍微有點吸收 把滷肉絲放上去 藉由熱度讓它整個融化起來 然後就可以成盤 OK 接下來 切我們牛排啦 我習慣這樣子 打斜的切 這就是我喜歡的 上下兩面是脆的 俗話說的粉嫩的顏色 這道我覺得在家自己做 可以有餐廳級的享受 牛排煮辣味燉飯 你吃一口這個燉飯 你搭配一下這個牛肉 你咬下去的時候 意外呢 跟我們的這個牛排 非常非常搭 都是屬於比較強烈 比較有power的感覺 超搭的 而且辣味它整個 就會覺得精神變得很好 然後把牛肉的一點點腥味 完全蓋過去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料理的話 請記得留言按讚分享喔 節氣三桌我們下次見